近日随着电视剧小爸爸的热播 文章也被媒体吐槽耍大牌 更有媒体爆料称其表里不一 私下于营萍前的好男人形象判若两人 虽然新剧收视及口碑都一路飙升 但被传闻困扰的文章也不免郁闷 日前搜狐视频撞见与助理一同抵精的他 还没出机场大厅门口便心急地点烟解法 日前某天下午 搜狐视频在首都机场巧遇文章与助理一同返京 当天文章穿着一身黑色T恤配黑色长裤 与助理都没有携带过多行李的他 从舱口走出后便背着双肩背包快步朝机场大厅门口走去 见机场此时旅客众多未免被路人认出 文章不仅将棒球帽压低 更戴起口罩将大半张脸遮住 而死招也果然有效 走在机场大厅时 搜狐视频发现文章手中不仅拿着手机 更握着烟盒 而就在临出大门之前 文章便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将一支烟叼在嘴里 当跨出门口后 文章便迅速地将烟点燃 一边停下脚步休息 一边吞云吐雾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 上网看好声音 只在搜独视频 大家好 我是张瑞 感谢观看好声音 感谢观看好声音